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的课程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Service Manager 也就是Service Manager 它存在的一个意义 这个话题 怎么来看一下它这个存在的一个意义呢 当然还是通过学习一下我们设计 软件设计中设计模式等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体会一下它这个是为什么存在的 同样,我们在 看设计模式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一个Midiot 也就是中介者模式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中介者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它与我们班的这个基本价公众的Service Manager 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看一下中介者模式它的意图 用一个中介对象来封装一系列的对象交互 中介者是各对象不需要显示的相互引用 从而使其呕合松散 而且可以独立改变它们之间的一个交互 这个中介者模式它的一个动机 也就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设计模式呢 这里 因为面向对象设计呢 是鼓励将行为分布到各个对象中 这种分布呢 可能会导致对象之间有许多的连接 在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每一个对象都要知道其他设计的对象 虽然呢将一个系统分割成许多对象 可以增强其服用性 但是对象间相互连接的其中 又降低了其可服用性 大量的相互连接会使得一个对象 似乎不太可能再没有其他对象的设计项工作 让系统表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 好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 我们在安卓中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Bandard的一个CS架构 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每一个client 都要知道其他的一个service 我们每一个 你看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情况 每一个之间它都会有一个连接 这样呢 系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整体 但是实际情况呢 可不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client 每个sever 都只是和我们的bender有连接 我们的bender 把我们的client 和server 给连接到一起 这个bender里面呢 我们知道 它主要包含一个bender的驱动 还有一个service manager 也就是服务的管理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中介者 这个设计模式 它的一个典型的对象结构 它也是这样的 这个结构之中呢 主要有两类角色 第一类就是中间这个中介者 第二类就是它周围的这些 我们叫同事类 中介者呢 它就是通过协调和同事对象 来实现一个协作的行为 同事呢 它还要了解 并维护 它的各个同事 意思就是 这个中介者 需要知道 所有的 这些同事 然后去维护他们 那这些同事类呢 它每一个同事类 它都会知道 它的中介的对象 我们这里 每一个同事类 它都知道 它的中介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介者模式 在一个典型的对象结构 和我们 在Bander 这个 基本架构中 它的一个 对象的结构 是一致的 那我们就知道 Bander 这块 也 涉及到了一个 中介者 这个设计模式 对比 这两张图呢 还有这个 我们就知道 Bander 启动 和Source Manager 它们两个 共同 来实现了一个 Media 也就是中介者的功能 我们的Source Manager 在其中 它就 其中了解 并维护各个同事类 在这里呢 也就是说 系统中的 系统服务 它这个 这样一个作用 具体来说 那我们 所有的Service 都要通过Service Manager 来把自己 添加到Bander 的驱动 当我们的Client 要和Service 交货的时候呢 也需要通过Service Manager 的Get Service 来查找 限定的 系统服务 由此 我们就 通过 学习一下 这个 中介者模式 来知道了 它这个Service Manager 它存在的一个 作用 就是 它 会去了解 并维护 所有的 一个系统服务 然后 和Banner 驱动 一起 来 实现了一个 中介者 这样的一个 设计模式 在这个 设计模式呢 作用呢 就是 使我们的 各个对象之间 不需要相互的 显示引用 然后 使其 偶和松散 可以独立的 改变它们之间的一个交互 就避免出现了 这种 系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样一种情况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个 为什么BP Banner 和BBanner 为什么BP 什么什么Service 和BN什么Service 为什么Service Manager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还要再 再点出一个 东西 就是 这个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呢 它可能 不是说 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们 仔细研究一下 它就会发现 安卓上 它这个Banner 是基于OpenBanner 的结构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 它一步一步 先开发出来一个 BP Banner 和BBanner 然后呢 发现 和系统之中 的ClientService 技术 具体的一些 有逻辑 不能用 然后又 开发一个什么 BP什么Service BN什么Service 来让它们 融合起来 或者是 为什么会要设计一个 Service Manager 来去维护这些系统服务 他可能 他就是一开始 就是基于OpenBanner 这个 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做开发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架构 就是 已经很成熟的一个东西 可进一步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安卓上相关内容 我们会发现 它里边还会整合那些像 OpenGR Circulate Webcat 等等 这些 已经很 成熟的东西 来作为它自己的 一部分 更明显的 整个安卓 它就是 基于Linux 来实现的 而不是说 从头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去开发出来的 这里呢 我们就讲一点 提外了 这里有一个 NIH综合症 也就是 什么意思呢 NotElementHim 就是 就当我们 应可从头开发一个程序 也不愿意去使用一个 线程代码的时候 或者是 我们压根不愿意使用其他的软件 只是因为它们是由别人编辑的时候 这时候呢 就是NIH综合症在作怪了 我们 查看过别人的工作 并夸口说自己做的 可以做更好呢 并不一定就代表我们更有创造性 如果将现有的应用程序 推导再重新设计 只不过是模仿 并不是创造 代谢现有程序花费的时间 越少呢 我们反而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开发一些新的功能 所以说 这里我们要 避免出现这种 NIH综合症 也就是什么 都要去从头自己搞一遍 而不愿意去 去使用一些新的东西 好 最后呢 和大家分享一句话 良好的程序员编写优秀的代码 优秀的程序员借用优秀的代码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